台湾东部的交通总是落后西部 要怎么追上去呢 来看立委傅昆琪的长期计划 这是花东快 那苏花安的服务区在这里 一直到玉里才有第二个服务区 亲自双民简报 带着立法院交通委员会团队 实地考察华联交通 立委傅昆琪为东台湾居民请命 成功争取普雍马太鲁阁 继续为花东地区营运等共计11项建设 也继续争取中央补助经费 对于东部依然花联台东三个形式 有重大发展的花东快速道路 当时2016交通部的评估是821可以新建完成 可以说在8800的行占计划里面 只占11分之一 但是很遗憾的在立法院 被民进党执政党来把它否决掉 各自多年的花东快速公路 现在重启可能性评估 展开多场地方说明会 路线从最初的吉安到台东 全长148.5公里 网美延伸至重得段共173.7公里 经费也增加到2308亿元 最主要的交通建设一定要把它完成 外人与人之间的连结是非常的困难 还有地方的农特产品要行销出去 也有碰到非常大的一个瓶颈 傅宽奇强调苏花安及花东快 是攸关花东地区安全回家的路 也是影响医疗经济观光与地方发展的重大交通建设 承诺连任后要让台湾不会有两种国民 在哪都是一日生活圈 将持续争取与推动花莲交通建设 打造好山好水移居城市 东森新闻许家康廖静 台北华联报导